在三年前的今天 即是我们上机移民英国的那一天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移民英国三年了 回头我发觉移民和退休有点相似 相似的原因并不是说欧洲生活无忧无虑 反而是反过来 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段蜜月期 觉得自己好像去了一个新的阶段 还是欧洲这片土地生活 自由自在毫无反忧 就连上街都忍不住带上相机 对美国角落充满着美好幻想 有时会不记得移民和旅行 其实是有天怨之别 当过了这段蜜月期 就会开始发觉 除了要处理各式各样的生活问题 不少人在短时间内也不可以重视自己原本的行业 原本的工作 当离开了以前自己熟悉的同事 熟悉的圈子 少了社交 生活就会收入重心变得无聊 开始出现和少退休人士都要面对的认同危机 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 移民和退休都面对几个类似阶段 在一开始的蜜月期 大家或者可以先利用这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中场休息 这个休息非常重要 回想在自己三年前又筹备移民去到相机 中间花了不少时间和心力 而想融入一个新的地方 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开放正面乐观的心 其他人虽然未必会说 不过多或少 是可以察觉到你的真实情绪 感受到你的气场 每一次的比较和批评 其实都是自己内心世界另外一个角度的反应 所以先好好感谢自己 当有一个开放的心 就会更容易看到四周围的可能性 顺便回忆一下自己过往曾经有过什么梦想 还未实验 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当报纸与其开始新的生活 就会漸漸遇上形形色色的问题 除了找楼 找工 找学校 家里的暖气也可能突然不着 不够雨水 没有油 罢工和打仗 还有上欧洲的冬天日短夜长 好意就会出现不开心的情绪 烦恼会由四面八方开始涌现 当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值得倾诉的朋友 生活就会失去方向和重心 无力感很重 不过原来即使在欧洲 日子一点都不易过 我在之前其中一集也有说过一个荷兰人 分享他们化乐的秘密 他就觉得 或者可以先帮自己建立到逢火场 原来那些负面又或者经常比较的人同事 没有被自己卷入控制不到的东西 而生活从来不容易 无论住在哪里 都一定会遇上大大小小的问题 就是在解决问题的同事 也会令自己不断成长 虽然不是每次的努力都一定会有成果 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要抱怨 我发觉改变不到现实的客观环境 其实依然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些困难很多时都会成为之后的珍贵回忆 而在第三阶段也都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 同时也是最大的考验 帮自己重新定位 以前在香港我收进其他人的牌制和欺厉 生活逆逆逆逆 就算做了些东西回到家 但都习惯打开电视或者拿出手机 很少会想自己到底想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又或者直接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移民和退休非常相似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是一个主业人士 我是一个家长 我是一个老师 即使离开职场多年 不少退休人士依然会用昔日的工作形容自己 提及自己过往的成就丰功伪迹 工作成为自我 当离开自己昔日的身份 好意就会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方向 觉得生活百无了賴 面对着这个世界 自己有什么价值 工作就是用自己的时间去换取金钱 不过在社会带上面具的自己 并且真正的自己 移民就是逼自己提早面对这个现实 之前网络上封传一段 《乔布斯》临终之前的遗言 虽然没有人能够证实 不过我个人觉得烦人心醒 我在商业世界中达到了成功的巅峰 在其他人的眼中 我的生活是成功的缩影 不过在这个时候 躺在病床上回忆我的一生 我会认识到所有的认可和我非常自豪的财富 在即将来到的死亡面前变得蒼白毫无意义 认识自己很不容易 可以说是一个一生人的课题 以前的我都会以为自己了解自己 不过多看回头 发现自己做的很多东西 并不是由耐心出发 赚多少钱 住多大的屋 开多贵的车 正就是这段不断比较的心理 对去了大部分人的人生 但多数人不发落 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要给别人幸福 移民一个三年最大的得着 就是让自己可以有多个机会把自己重新定义 当离开了昔日熟悉的环境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是会比较容易去认识和观察自己 当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会没有那么容易害怕失去 何懂拒绝 如果大家十年之后还记得我这个频道 刚好回来看回 或者会感觉到十年是多么短暂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这段日子 越早可以了解自己 就可以越早放开自己给自己的枷锁 也在过去三年移民英国打给我最好的礼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 能够用心感受到的快乐 才是真正的快乐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